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 突發 澤連斯基不再厚硬 跪地求和 究竟澤連斯基吃了什麼藥 為什麼突然間180度改變 之前不是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和那些嗎 我講烏克蘭版那些 為什麼突然又要跪地求和 除此之外也想跟大家說說 台灣商會那邊就呼籲盡快搞小三通復韓 現在他們所說的說法完全是架空了整個民進黨政府 這個是不是真的會變成一個台海的新常態呢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吧 喂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全部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加多人都會知道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和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說起澤連司機 我相信大家絕大部分都會記得 他自己本身經常穿那件軍綠色衣服 就是自己很善情 很大隻 除了這些顏色衣服之外 也會記得桌子裡面有些白色粉末 疑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之後 就亂自拍趕夜等之類 亦都被發現了其實有很多所謂的外國支援的武器 最後流出在黑市等之類 亦都看得到其實烏克蘭 由這個俄烏衝突到現在這一刻 他很多時候都會將一些不是現實 甚至只有丁屎那麼多東西就無限放大 例如我們打贏了 我們奪回什麼什麼什麼 說出來就好像很振奮 但原來計算數在俄烏衝衝突當中 那四個州當中只不過冰山一角 但就說到自己好像贏了世界盃那麼開心 亦都隨時說俄羅斯不是人 你弄得全部屯喚派的眼睛爛了 等等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這個所謂的衝突 對於俄羅斯來說就叫特別軍事行動 說得簡單一點 這叫打仗 我真的沒怎麼見過什麼打仗 就不是說有任何的損壞等之類 再者你烏克蘭得到這麼多外國的武器 除非你跟我說外國的武器會轉彎的 不會打人 亦都不會打建築物 只是打士兵 如果有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開成布公 告訴全世界人原來你們所謂的武器 是這麼厲害的 有追蹤功能 即是說得簡單一點 你別玩 現在你屯喚派亞搞這麼多東西 那究竟是不是全部都是單方向俄羅斯的問題 你烏克蘭是不是真的沒有任何問題在手呢 俄烏春特至今差不多八至九個月 說得衰點的話 你不厭我都厭 再者對於整個歐洲國家不同的地方來說 你趕快完毀了他 為了你們 我們跟俄羅斯抹臉 現在沒有能源用 在完全沒有能源用的情況下 要過冬天 真的會死人 如果之前我支援你 代表我是一個義氣 你來說都算了 現在我因為我這個國家要支援你 而搞到我的國家有市民死的話 我看到時候是誰負責 美國之前在集拜會之前 正式跟薩蓮司機說了 喂喂喂喂 見好職修 亦都跟你說得明 我一直跟俄羅斯有計談 說通了很多次電話 亦都跟你俄羅斯 什麼所謂 跟你這個薩蓮司機說得明 你很趕快在冬天之前談和解 但這些消息出了之後 我們仍然看到 扎蓮司機一直都說不行 我們所謂的烏克蘭五大訴求 包括我們連克里米亞都要全部收復回來 說這些好像很勁 很高大上的說話 但事實上來說 究竟還不做到呢 其實看什麼呢 就是看你究竟在這次衝突當中 你的牌面佔什麼 如果你這次俄烏衝突當中的時候 你是佔有最大的公有數 你是佔有上風的 你說任何東西都可以 為什麼 現在我佔上風的情況之下 我和你去談和談 理論上如果以打仗的角度來說 佔上風談和談 沒問題 你找些什麼跟我交換 一定是這樣的 現代的所有戰爭 是不會經歷過了談判的情況之下 而完結一場戰爭的 不會的 是一定會在談判桌上完結的 現在問題就是 美國都叫你趕快和別人談 你真的到時候的話 不要說士兵 整個歐洲連你烏克蘭一起 因為太冷 而是說全部一起走 即是先游了死了 那怎麼辦呢 你怎麼負責 哦 扎連斯基最後這一刻就開始態度軟化了 早前的時候也說了 除非你真的要談的話 你要釋出善意 除此之外 你把所有東西歸還給我就可以了 大家想想 歸還所有原本烏克蘭土地的動作 即是有計談 你開條件 你之前是說不談的 這個已經是第一次轉變了 剛剛最新消息 所以扎連斯基也在G20峰會的時候就正式說了 他又說了 我希望俄羅斯可以是有善意地和我們互換戰犯 喂喂喂 慢著 現在不是說俄烏衝突之類的嗎 為何突然要說戰犯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之前有一個地方叫亞束營 亞束營當中的時候 俄羅斯是絕大部分地俘虜了一群烏克蘭士兵 而這群烏克蘭士兵當中 又發現了一些不是烏克蘭的人在 但俄羅斯一直都沒有說他屬於什麼國籍 有什麼人有多少個等之類 完全沒有說的 只有俄羅斯和烏克蘭知道 突然間扎連斯基在G20峰會當中 對著全球不同的國家 現在說得出這句話 就是希望和俄羅斯交換戰犯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如果你純粹談判的角度上來說 有什麼你直接和普京談談就可以了 你直接和澤哈羅娃那邊談就可以了 你用什麼在G20峰會說呢 其實他想形成一個形象就是我願意談判 但其實之前有一個Agreement 就是有一個停火協議 而這個協議其實是俄羅斯是做出來的 那個叫明斯克協議 但澤連斯基趕到明是不會簽的 也說我們烏克蘭有自己一個和平計劃 我們也不會接受俄羅斯的計劃 除非俄羅斯和俄羅斯一起換 全部被關押的人員 這樣就可以談了 哦 那就是說你之前完全口硬的話 什麼都不談 現在變成什麼都可以談了 重點就是首先要放了被拘押的人士 哦 條件來的 他還有這樣說 烏克蘭又說 我除了要換戰犯之外 我同時要求全世界看著 我要求俄羅斯無限延期糧食交易 令到我們烏克蘭的食物可以出口 咦 那我真的很想問 其實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打仗 如果以人道立場來說 其實俄羅斯都是糧食大國 我為什麼要給你賺錢 不過怎樣也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俄羅斯是有釋出善意的 包括你想想 普京是沒有出席到G20峰會的 為什麼 我還過去了什麼 我過去了明明是眾子之的 我去到哪裡 如果全世界所有首腦 集體杯葛 到時候的不是未宜 當如果一群人一起集體杯葛 的時候 亦都是為了臨時聯合聲明 我們要求俄羅斯即時要退出烏克蘭 那就自己捉蟲 普京當然不會 反過來我現在釋出善意 我現在不跟你鬥什麼 這個第一點 他不出席G20峰會已經是俄羅斯的善意 第二 從喀爾松撤軍 他撤軍之後 也將當地的市民全部撤離 為什麼 喀爾松是一個不需要打 而絕大部分市民都接受俄羅斯 歸化了俄羅斯的一個土地 你承認自己是俄羅斯的話 我當然是將你接回我們自己俄羅斯的地方 你難道真的還要飽受戰火摧殘 我現在釋出善意 我給你烏克蘭 夠善意了吧 你還是不想談 其實多重的情況下 你又看到 當俄羅斯釋出善意之後 扎蓮斯基也開始避免一些方案出來 但問題就是我剛剛也說了 談判籌碼是由在戰場上賺到多少 你是不是上風的角度 才有條件去說 你這些軍事談判上來說其實是相對複雜 但我再說一次 你沒有軍功在手 你沒有奪得到對方什麼什麼什麼 等之類的話 你有什麼牙力要求對方跟你說話呢 現在俄羅斯正正告訴你 我現在把你河的東岸四個州拿在手 加上如果當年2014年的時候 克里米亞的話 前後你都沒有了五分之二的土地了 我不是要告訴你你威我威還是什麼 而是說你要懂得分裝俄才行 扎蓮斯基知道自己越來越沒有底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不是口罕罕 只是跟他說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談判吧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之前看到美國說打錢給烏克蘭的 多少錢 4億 跟之前高峰時期幾十億幾十億 過八億武器不斷射下去 完全不同的 近來也有消息說了 美國已經是說重新考慮 會不會真的放一些美國製的無人機給他 這些所謂的無人機 其實早半年之前就說一定會支援烏克蘭的 趕了但沒有給 但現在這一刻美國說要反口 為什麼 癡根的 我把武器給你最後都全部流出在黑市 你流出在黑市的那些所謂的武器 全部給了俄羅斯 大哥 我美國製的高級武器真的給了俄羅斯 不知中得了 另外一個駕駛叫英國 英國就說 烏克蘭你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協助某些所謂的花費 還有 其實你拿美國的戰機是沒什麼用的 你聽我說 你拿瑞典那些 瑞典那些是好東西來的 我心想你真是神經 英國如果你真的做駕駛的 你說我把我自己英國的最新戰機 我給你烏克蘭的話 那這些就叫大方 你走出來好像隔離二叔公一樣 口癢太多 美國那些沒用的 你拿瑞典那些 瑞典知道你說這句話嗎 如果我是瑞典的話 我看到英國人突然走出來彈出來 跟你了事嗎 你又不是歐盟的 你自己無法走出來 你這麼厲害 你自己支援他一笨 所以其實到這一刻為止 歐洲仍然有幾散爛 一盤散沙的一款 有一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伊亞松幹的英國在那裡 俄烏衝動當中的澤連司機 現在是他貴地求和了 但他所開出的條件 仍然還沒談完 不過我的預計是說 其實澤連司機就會光束 去求和的 為什麼 大家可以用他的衣著 已經知道他又開始沒什麼 再穿什麼軍衣 軍衣等之類的 為什麼 轉型 我還要穿到整個軍人那樣 我怎麼轉型 轉 轉變 想什麼 想重建 重建就是什麼 就是錢 誰給錢 你覺得是英國人會給這麼多錢嗎 傻瓜 他英國自己也不行了 他只不過是口癢 告訴美國 我表忠 我現在支持你 我現在幫烏克蘭 不斷給他 其他的 其他的 就是歐洲去幫忙 你覺得歐洲想幫忙嗎 沒有人想的 但問題是 你不再繼續接這個火棒的話 這個問題就只會繼續嚴重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是索爾池 德國總理也好 麥克龍也好 歐洲不同的頭也好 都跑了過去 G20峰會 還有習主席說 習主席來幫忙 亂勸勸韓等之類 習主席很簡單 那句話 只是希望世界和平 而是說 不是做不做和事 很問題 而是他們在談和談 只不過是說 大家在這個條件上 還沒談好 就談到的了 但所有事情都要看 習連司機他接不接受 不接受的話 好好考慮清楚 為什麼美國會跟你說 記住入冬之前要談好 入冬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一 你自己很多所謂發電廠 就已經不能再發電了 到時候你的居民在 天寒地凍的情況下 沒有電沒有能源 你想想會怎樣 是真的會死人的 你真的會變成 未打仗的時候 就已經凍死了 那你想想 那你用來做什麼呢 何必呢 第二件事 俄羅斯是釋出善意 你還不談等什麼時候 等到你一盃一桌 沒有了 所有士兵沒有了 或者打到歐洲所有武器沒有了 才停戰 那不合乎邏輯 再看歐盟 歐盟 歐洲這麼多國家已經開始轉方向 不再理會烏克蘭 他們開始把火 和看法去了塞爾維亞和科索玉 最近新聞說了 我們要關注塞爾維亞和科索玉的地方 因為他們現在非常冷待不安 過去這十年非常有問題 咦 過去這十年 但是過去這一年 烏克蘭和俄烏 這個俄烏衝衝突未完 為什麼這麼快會轉 就是因為 大家都不想再處理這件事 所以最後說一句就是 扎連司機 你想想 你已經再不是半年之前的 所謂人民英雄等之類 你之前想著 可以做諾貝爾和平獎 等之類 你看看諾貝爾的委員會 都不頒獎給你 你就知道自己沒有寒 再看回頭 一個棄桌 究竟會有什麼下場 你就看看阿富汗之前的 美軍扶植政府 最後為什麼下方而途 你就知道自己下場在哪裡 要知道阿富汗下方而途的政府怎麼走 除了扎連司機之外 也要再想想那個叫民進黨 蔡英文 蔡英文這位民進黨 自稱的總統 自稱的政府 他在台灣當中 就發生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例如 自從佩洛西去台灣之後 我們國家就直接包圍整個台灣 去做一個直接的實彈演練 這個實彈演練 我們之前已經說了很多次 這是一個突破 因為之前都是說一個 無形的分界線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過了 很多人都開始推敲 究竟包圍台灣這件事 是不是會常態化 是不是真的會武統 其實和統 迫統等之類的說法 現在紛紛都有 以下的新聞 我覺得很大機會 真的會作為一個台海新常態 這是什麼一回事 台灣的台商協會會長 和他們的駐台灣記者 去到廈門的碼頭 去看其實現在小三通的航線 是否可以重新開通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到現在小三通 復航的條件已經成熟 再者就是台灣已經解封了 在解封的情況下 為什麼金門和馬祖等這些小三通 和內地遲遲未能復航呢 台商會他自己說了一件事 其實現在已經條件成熟 是不需要開啟政府對政府的對話 民間對民間的商談已經足夠了 只要是說航運公司協調得OK的話 其實隨時可以重新出發了 希望民進黨 記住這句說話是台商那邊自己說的 希望民進黨當局為市民福祉 不要阻撓 以及不要限制和做一些阻礙的政治操作 這句說話不說由至可 一說了之後就激怒了整個民進黨 國民黨有個立委 在立法院當中質問過 建議行政院長蘇貞昌 跟他說現在是小三通的話 其實很多台商都是熱切期待的 希望台灣的商人可以回到內地做生意 希望民進黨就不要阻礙些什麼 誰知道蘇貞昌圓完全全當市民是死的 不想這個小三通繼續 他還要很強硬地說 我們是有政府的 這些問題是要政府和政府談的 他也說現在這個問題不是台灣的問題 而是內地關口口還未準備好 這裡我真的很想問 蘇貞昌你又知道內地的關口還未準備好嗎 你怎麼知道的 你跟內地談過話嗎 不是的 你之前不是說如果是說共產黨打到來的時候 拿挖頭掃把把他走的 你已經是說去到這麼盡 你又怎麼能夠跟內地的政府談到話呢 還是其實你只不過是想找面子問題 覺得這些是政府的談判籌碼 可以扎連司機這樣 所以就牢牢拿在手上 但是這方面的話 又被其他商會的人士覺得瘋 其實不用管政府的 為什麼呢 廈門輪船公司那邊的董事長已經說了 小三通其實是隨時可以復航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只不過是暫時停運的 我們沒有聽過任何的消息 說小三通要暫停等之類 沒有的 我只不過是船停運了 我們是隨時可以再作業的 隨時可以再開的 也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海關人員準備好了 碼頭設施也好 通關設施也好 櫃桌也好 所有東西全部整結 無時無刻都已經有相關人員在身邊 小三通條件非常成熟 根本就不需要說什麼政府對政府談些什麼 民間談都還可以 最重要是民進黨陸委會 不要無緣無故出來抽水 在樓市發化 再做任何阻攔 小三通就可以進行 有些人就說 其實小三通是什麼一回事 小三通其實就是台灣 其實除了台灣島之外 就有澎湖金門馬祖這些列島 這些地方其實跟我們內地關係很密切 密切到什麼情況 很多的商業往來 在某些程度是更頻繁 跟台灣島 他們如果加上所有的吞吐量等之類的話 其實足以令到台灣島以外的其他 記住是台灣島以外的其他台灣島嶼 能夠自給自足 能夠將他們的貨物等之類 能夠成功運到內地做銷售 那你想一下 真是任重道遠 而如果這件事真是成事 真是跳過了整個政府 那你可想而知 軍事上我們國家已經能夠完全包圍整個台灣做任何的軍演 現在連做小三通開旋 都完全不再需要理會民進黨的情況之下 那你可想而知 這些不是就是說 商會想架空民進黨 其實說真的一句 如果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話 你見到市民有所求的 那你就談 但是見到蘇貞昌這樣就嘴唸 就說我們政府有政府的 這些政府就政府談 就直接告訴政府知道 你根本不食民間煙火 不知道民間當中有多少人想做小三通 既然你都不理人家死活 那麼小三通的商戶們 又為什麼要理你蘇貞昌和民進黨的死活呢 在這件事當中又是同一件事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談判上有多少籌碼在手 跟薩蓮斯基一樣 一句說完一口 民進黨也好 烏克蘭的薩蓮斯基很多時候都會被迷失了 經常都會覺得我是全世界的焦點等之類 但其實所謂的焦點 只不過是別人所給你的假象 俄烏衝突 之前你眾星捧月 薩蓮斯基就是七星半月 整群人圍著你們轉 但是他發現到長貧難估 我不想再理你了 你想想現在薩蓮斯基身邊還有什麼人打算和他談 沒有了 反而最多是什麼 是土耳其伊朗和俄羅斯 你是不是談的 我準備好了你過來 他自己扭屁股花的話 我沒有人救到他 歐洲也不想理他 同樣地在這個台海問題當中 真的還有其他國家會幫所謂的台灣島 有的 就全部都是美國的馬仔 除了美國的馬仔之外 其他地方一概一句說了 就是承認一個中國 那你可想而知道 究竟蔡英文其實在玩什麼 沒有 只不過活躍於自己的腦海當中 在自己的烏托邦當中 繼續說自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但現實上 人人都知道台灣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 只不過是我們中國的其中一塊領土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我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我說你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講國際 一起討論論盡香港 我是家偉 待會再見 拜拜 啦